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艰难的生活中有没有保持温暖与力量的好方法又很容易实现 有啊 微笑 不花一分一离的代价就能让人感觉到善意 尤其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像一束光 驱赶人心的阴霾 带来愉悦与希望 这个高赞回答的背后是对微笑满满的感激与记忆 还有渴求 曾以为爱笑的人是因为生活更容易更快乐 其实不然 哪个人不是在生活中摸爬滚打 饱受锤炼 是每个人对待艰难的态度不一样 有人遇到一点难就哭天喊地 锤头丧气 有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能隐忍不发 默默积蓄力量 一点一点地解决 同时尽量保持生活的原样 脸上的微笑 有句话说 笑容是最好的化妆品 纵使再难 请别忘记微笑 那是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好方式 也是对抗艰难的武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带来好业 有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被微笑打动的经历 有一次他被顾客拒绝 心情郁闷地开车在路上走 结果前面有个车子开得歪歪斜斜 占据了两个车道 严重影响他的前行 他气不过 便找了个机会 快速追赶上去 与司机并行 还打开车窗 对司机出言不逊 但对方无视他的挑衅 反而微笑着说 对不起啊 新手上路 请东方喊 不管他说什么 对方都全程微笑 同时尽量调整好自己的前行方向 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的行为在对方的微笑面前太幼稚了 他其实是借机发泄自己的坏情绪 他事后反省 如果不是对方的全程微笑 很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想想也觉得后怕 更反省自己的行为态度 重新调整了心情 面带微笑去联系客户 从那以后 他更是提醒自己 虽然艰难 但别忘记微笑 或许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时刻 在烟尘和灰心中打滚 受到了拒绝与委屈 心中憋着一团火 一股气 觉得就要爆发 但在别人润雾细无声的微笑中 你的委屈与烦躁渐渐被抚平 失去爆发的力量 重新找回那个拥有希望的自己 微笑的力量超乎人的想象 不但可以战胜困难化险为夷 还可以抚慰人心 我们在生活中总有不容易不顺心的时候 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生活艰难 就选择愁眉苦脸 丢失笑容 要相信人生的艰难无法选择避免 但面对艰难时的微笑可以选择 也请相信再大的困难终会解决于过去 再微小的笑容也会给人温暖与力量 人越是困难的时刻 越是渴望温暖 也越能借助别人给予的微笑 有这样一句话 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畅时 笑颜常开乃是意识 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 仍能微笑的人 更有克服一切苦难的能力 未来的日子里 纵是灾难 请你记得还可以微笑 给自己力量 以他人温暖 好了 这就是今晚的阅读 我是韦灵 祝您晚安